嘿 大家好 我是尼克拉斯扬 大家周末快乐 感谢各位元老天才 十万目标终于达成 这是优秀天才团的一小步 却是尼克拉斯扬的一大步 今后我们就要大步向前 下一个目标一百万 好了 好久没和大家去探险了 所以今天我要带大家去 中东土豪 撒乌地阿拉伯的沙漠中 寻找古兰经中记载的 远古高科技文明 Ilam Dahad Al-Aimad 千住伊拉姆 AKA 杀之亚特兰蒂斯 从这期开始 我们周日晚上8点上映 每两周一期 请大家猛扎订阅和点赞按钮 加入优秀天才团 接下来 好清的故事开始了 阿拉伯沙漠 非常神秘 盛传土豪与恐怖分子 非常矛盾 阿拉伯沙漠一共320万平方公里 70%是沙漠 它和非洲沙哈拉沙漠 一东一西两个邻居 这片沙漠 大部分都在沙烏地阿拉伯境内 盛产石油 这里的石油多到什么程度 就是你在沙漠里挖个洞 石油就能像河流一样流出来 100美元一桶 分分钟让你大富大贵 但问题来了 石油就是植物变的 那阿拉伯沙漠在几百万年前 就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 到了圣经时代 也就是亚伯拉罕摩西的那个年代 这里也被描写成 流着牛奶跟蜜糖的富饶之地 但是为什么在这里 就变成了千年黄沙 这个我在人类一切的秘密里讲过 大家有没有看一看 所以就在这片千年黄沙里 隐藏了远古文明的秘密 传说这里曾经有一座 可以和大西洋亚特兰蒂斯岛 相媲美的远古高科技文明 古兰经称为千柱伊拉姆 后史称之为沙中亚特兰蒂斯 柏拉图说的这个海中亚特兰蒂斯 到现在连个毛都没长到 但是这个千柱伊拉姆 还是留下了很多匪夷所思的遗迹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进入 神秘的阿拉伯沙漠 在阿拉伯沙漠的西边入口 有一个地方叫做Madain Salis 字面意思是萨利赫大都市 但是穆斯林都叫它为Al-Higle 石头之地 现在来看 这里并没有什么大都市 都是荒野里的巨石 当我们走进这些巨石的时候 这里怎么会有一个宫殿 而且这个宫殿是完美的左右对称 宫殿墙壁平整光滑 考古学家说这是阿拉伯王族的墓穴 但这个有点不太可能 古代没有王族把自己的墓穴放在土地之上 还这么显眼 即使是盗墓贼不过来 仇家也会过来错骨扬灰 所以不太可能是墓穴 根据十世纪的穆斯林探险家 阿布伊斯阿克 阿布罗罗这么长名字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亡国之路》 记载了这个地方 有一个远古阿拉伯部落 叫做Tamud 他们会奇怪的魔法 在现在看来就好像是激光雕刻 就像这样 古南经理记载 这里被称为诅咒之地 神用闪电和地震 把他们一下卡全部团灭了 整个萨利赫大都市 就只剩下这座独石城堡 有人说 尼卡拉斯扬阿哈又在下掰 不要着急 跟着团长继续往沙漠深处里走 就在离萨利赫大都市 一致不远的地方 有一个绿洲 叫做Tamud Tamud 这个地方在《圣经旧约》里也有记载 在这里 有一个奇怪的石头 什么 这是激光雕刻 这有些事实 总是让人难以置信 难以接受 这块石头叫做Al Nassla 六米高九米长 整个石头中间有一条笔直的直线 好像是使用激光切割的 石头上面还有很多奇怪的大头符号 难道是外星人 我们把激光巨石和巨石宫殿联系起来 可能这就是沙漠的人用的魔法建造的 这个在《古兰经》里都有记载 我在后面会讲到 我们继续往沙漠深处里进发 这次我们来到阿拉伯沙漠的南部 有个地方叫做Hagland 在这里的沙漠里 有一处世界文化遗产 叫做Hima时刻 有几万年的历史 这里的岩石上刻了很多奇怪的符号 也不是阿拉伯文字 在这其中有一幅壁画 非常奇怪 大家看一下 这里有两个奇怪的人 他们戴着面具 头上还有天线 胸上还有胸牌 手上拿着一个手提包 包上还有天线 他们周围的骆驼和人类都特别小 这两个巨人还跟他们挥手 好像是在跟小人打招呼 这个手提包就非常奇怪 在苏美尔文明和阿兹特克文明里 这些神都带着手提包 难道 这是外星人的生命维持系统 就和我们的宇航员一样 这两个巨人旁边 还有一个无头巨兽 这会不会是一种全能机器人 就像这样 有四条腿和一个尖尖的触手 可以拿东西 也可以发出激光 这个太奇怪了 说到高龙激光 在古代埃及就太不便了 新来的朋友强烈建议看这一集 埃及的秘密都在这里 这独石城堡 擦目的人 激光巨石 还有这一切的线索 都指向了一个沙漠传说 牵住伊拉姆 伊拉姆的意思是天堂 根据古兰经记载 在阿拉伯沙漠里 有一个充满魔法的城市 人类把这座城市称为 乌巴尔 意思是 无名之城 人类发现这座城市 有无数高耸入云的石柱 美的就像天堂一样 所以又称乌巴尔为 牵住伊拉姆 古兰经里记载 伊拉姆人身材巨大 城中全都是宝丧 数不胜数 而这座城市 永远沉默在 阿拉伯沙漠中最神秘的地方 如阿拉卡利 空旷之地 空旷之地就是阿拉伯沙漠的中心 在黑马什克的北面 这里的沙子有一种神秘的红色 电影《黑客帝国》里的AI主机 Matrix 就坐落于这座沙漠的中央 电影《沙丘的取景地》也是在这里 空旷之地的沙丘最高有250米 大约83层楼那么高 从沙漠最底的地方一直往下挖 200米都全都还是沙子 挖也挖不到头 空旷之地的沙丘 有一个最不可思议的现象 就是这些200多米的沙丘 永远都是不动的 沙丘的表面的沙子 可以被风吹走 但是整个沙丘 还是在原地不动 大风也吹不走它们 这个非常奇怪 维基百科里说 是因为沙漠底下有地下水 导致这些沙丘不会移动 但是也具体没有讲什么原因 非常奇怪 难道这些沙丘底下 真的有一座千柱伊拉姆 1930年 一位英国人跟随着骆驼队伍 走入了这片空旷的沙漠 他就是Bertrand Thomas 他是英国外交家探险家 他是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 穿越空旷之地的西方人 他花了一年的时间 穿越了这片沙漠 然后写了一本书 叫做《阿拉伯的菲利克斯》 书中写道 有一天 托马斯和他的探险队 在沙漠里前进 突然 他远远地看到 沙漠的里面 有一个人独自牵着骆驼 向他们走来 在沙漠里碰到一个人单独旅行 这就非常奇怪 他们就上前一问 原来这个人就是传说中的沙漠人类 贝都因人 贝都因的意思就是住在沙漠里的孤独人 阿拉伯的这个民族 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在沙漠里游牧 沙漠生存大师 非常厉害 他们一见面就说 这个人就问托马斯 你们在沙漠里干嘛呢 托马斯就说 我们在探险 寻找那些我们不曾见过的东西 这个贝都因人一听 这么巧 那我带你们去看一个奇怪的地方 于是 他就带着托马斯往沙漠里走 走着走着 他们就发现 沙漠里逐渐出现了一条 石头铺成的路 伸向沙漠的深处 又远远地消失在沙漠的远方 托马斯一看 这是什么 难道这已曾经有城市 这个贝都因就说 我们世世代代都在沙漠里放牧 我们的祖先口口相传下来一个故事 就是在远古时代 有一条沙漠之路 一直通向一座叫做乌巴尔的城市 那是一座曾经伟大的城市 里面的城堡 有金银筑层的墙壁 上面镶嵌着红色的宝石 周围都是美丽的椰枣树和珍奇草木 交错相应美丽之极 那里还有无数根通往天上的巨大石柱 仿佛天堂一般 人们称那里为千柱伊拉姆 托马斯一听 两眼放光 赶紧给这位贝都因人好吃好喝的 让他继续讲千柱伊拉姆的故事 于是他们就在沙漠中点燃了篝火 一边烧烤 一边听他讲述一名叫做 阿布都拉 bin阿比喀利班的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个叫做阿布都拉的牧民 他牵着一对骆驼 在沙漠中放牧 有一天早上他一觉醒来 怎么少了一头母骆驼 完了 一辆宾士自己跑了 赶紧去找吧 于是他就牵着骆驼队 顺着母骆驼的脚印就启程了 阿布都拉走着走着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 天就黑了 但是当天后月如光 把沙漠照得亮亮的 他借着月光往前看 突然他看到天边 有一个尖尖的地方 是一座城堡的塔顶 在这沙漠里怎么会有城堡 于是他就继续向前赶去 不知不觉 他发现自己 就已经走进了一座 巨大的城市 他环望四周 发现周围都是 高手入云的亭台楼阁 他一下就惊呆了 他不停在城市里奔跑 大声喊 喂 有人吗 有人看到我的骆驼吗 骆驼 这么大的城市里 回应他的就只有 渐渐远去的回声 剩下的就只有那风吹过沙子 发出的沙沙的声音 让人不寒而栗 阿卜杜拉转了一圈 发现这里荒凉至极 没有一个活人 于是他镇定下来 沿着大道继续向前走 慢慢的他走到一座巨大的城堡面前 当我走到一座城堡前面时 我发现有两扇大门 我在这个世界上从未见过如此大的城门 大门上面镶嵌着各种颜色的宝石 我看到这里惊叹不已 然后 我怀着恐惧和惊恐的心情 从大门的缝隙中穿入 那里面 又长又宽 有高耸的宫殿 巨大的楼阁 这些宫殿都是用金银建造的 上面镶嵌着色彩斑斓的玛瑙 橄榄石和珍珠 宫殿里面 还开满了龙檐香和葬红花 我从楼阁的大阳台往下看 看到这片广阔空旷的城市 竟然没有亚当的子孙 我差点因为恐惧而昏死过去 我平复了心情 继续观察 发现这里的建筑 是用一块金砖和一块银砖交错排列 大街上还有结满果实的椰枣树 和高大的棕榈树 我对自己说 毫无疑问 这里就应该是天堂的样子吧 于是我尽可能从宫殿玛丽中 寻找金子和珠宝 把他们带回去 我把我的建文告诉了守城的长官 于是长官就安排了一支60人的探险队 深入沙漠 去寻找这个充满宝藏的城市 但是当他们走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沙漠里就传出刺耳的声音 这些人就捂着耳朵逃跑 但这些声音好似可以直接进入人的大脑 这些人就在沙漠里凄惨的尖叫 然后这60人就蹊跷流血而死 后来我听到有人传说 有另外两个牧民 无意中找到了千住伊拉姆 他们进入城堡 发现了一个洞穴 洞穴里面是一个巨大的地下大厅 非常空旷 在大厅的正中央 有一个黄金王座 王座上竟然坐着一个身材巨大的骷髅 他身上穿着黄金缝制的王袍 他的头上没有皇冠 却有一块刻着有明文的金牌 于是这两个人就爬上王座 把那巨大的名牌摘了下来 后来就再也没有千住伊拉姆的故事了 托马斯听完 马上就想改变行程 去沙漠深处寻找千住伊拉姆 最后被探险队的当地导游给否决了 说这个不按计划探险 那就是招死啊 于是托马斯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他把这个故事就写在他的邮寄里 不过在这次探险之后 他的同伴T.E.Lawrence回来以后 就想再次远征 去寻找千住伊拉姆 T.E.Lawrence是个传奇英雄 英国外交家 军事家 间谍 他在一战中游走于阿拉伯半岛 联合阿拉伯世界反抗奥斯曼帝国 江湖人称阿拉伯的劳伦斯 在1935年 T.E.Lawrence召集了一支探险队 刚准备出发 结果他就死了 死于一场摩托车事故 非常奇怪 在阿拉伯世界里 有一支存在了几千年的刺客组织 在中世界专门刺杀欧洲十字军将领 他们就是刺客信条的原型 AKA阿拉伯秩序 难道 T.E.Lawrence的死与他们有关 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有空我再给大家讲 这千住伊拉姆是如何在沙漠中消失的呢 古兰经中记载 在空旷之地沙漠里 有一个国家叫做阿德 他的王叫做萨达德 萨达德和阿德的人民都是身材高大的巨人 最高有120米 萨达德的权力空前强大 征服了阿拉伯半岛 他和尼罗河畔的埃及法老分庭抗礼 井水不犯河水 萨达德从古籍中发现了天堂的秘密 因为当时他达到了权力的顶峰 手下有十万国王 每个国王有一百万勇士 于是萨达德就召集了查木德人 就是我们开头说的高能激光建筑师 让他们按照天堂伊拉姆的样子 修建一座巨城 据说是花了三百年 修建了无数亭台楼阁 还有无数根巨大的柱子 《古兰经黎明章》中这么写道 你们难道没有看到神 是如何对待阿德的吗 伊拉姆的人民 他们有巨大的身躯 其他的地方的人 都无法和他们相比 还有那些在石头山谷中 雕刻家园的查木德人 还有法老的巨大建筑 他们都在全地犯了罪 在那里散布邪恶和腐败 所以你们的主要放出严酷的刑罚 这是阿拉伯语直见字面翻译 意思就是在那个时候 伊拉姆人和埃及法老 他们都是巨人 然后他们找查木德人 帮他们盖了巨大的建筑 但是他们都是因为腐败和邪恶 神就要把他们消灭 从这里看 埃及的巨大神庙柱子 还有金字塔 难道都是藏不得人盖的 新来的朋友 一定要看这一集 埃及神庙的巨大柱子 和法老的秘密 非常精彩 古南经理记载 由于整个阿德国 都充斥着魔法 这个魔法会不会是 激光电视手机这种能高科技 没有说 就说是有魔法 他们不遵守神的命令 于是神就兴起了一位先知 叫做Hud 胡德 他可能是以色列人的祖先 神叫胡德去找他们的王 Sadad 说你们要悔改 归顺神 但是阿德人和他们的国王 都不听 我不听 还嘲笑胡德造谣 于是神就降下了三年大汗 损很多人 但是他们还不悔改 于是有一天 阿德的伊拉姆人 坐在他们巨大的阁楼里 突然 他们听到远方传来 轰隆隆的声音 他们抬头一看 远处的地平线 出现了一团巨大的乌云 乌云里 不断闪烁着红色的闪电 难道 要下雨了 这时候 伊拉姆城就传出了 此起彼伏的欢呼声 啊 要下雨了 要下雨了 我们的神 终于答应了我们的请求 这时候 古兰经 阿拉哈夫卡章节中记载 先知胡德 当时就站在城外的沙丘上 一边叹息 一边说 唉 当他们看到那 充满折磨的密云 接近他们山谷的时候 他们高兴地说 这是一朵 给我们带来雨水的云 但胡德回答说 不 这朵 你们想要他们 快快来到的云 却是一股 充满痛苦和惩罚的裂缝 他将按照神的命令 摧毁一切 除了废墟之外 你们将什么也看不见 这 就是神 对恶人的奖赏 于是 阿德闪烁着 红色闪电的乌云 瞬间 向伊拉姆冲了出来 阿德的伊拉姆人民 睁大了眼睛 惊恐的哀嚎 飓 夹杂着无数 红色的沙力 急速旋转着 发出刺耳的呼啸声 和爆炸一般的雷声 瞬间 吞没了伊拉姆 当风暴过去之后 胡德站在沙丘上 放眼望去 所见之处 都是那高耸入云的沙丘 剩下的 却是一无所有 这里的暴风 在古兰经里称为 阿亦克阿拉庆 意思是贫瘠之风 暴风所到之处 只会留下贫瘠的土地 古兰经里最著名的解读书 卡塞克里面写道 当时伊拉姆阿德人 遭遇暴风的时候 不是被风吹走的 而是暴风吞没他们的时候 气压瞬间改变 书中写道 阿德人从里到外被挤压 直到他们的肠子 从嘴里和下面喷出来 非常惨 这不是风暴 是一种高科技武器 我在他们来到的这集里提到 松美尔文明也遭受了 同样的打击 叫做邪恶之风 一定要看看 乌巴尔签注伊拉姆 真的存在吗 1964年 在叙利亚马迪克出土的泥板 叫做利巴拉 记载了5000年前 苏美尔和阿拉伯半岛的 贸易账本 其中写道 两地交易量最大的城市 就是乌巴尔签注伊拉姆 NASA也用卫星雷达 对空旷之地的沙漠进行扫标 他们发现 沙漠底下 的确有交通要道 交汇之处很可能就是乌巴尔 乌巴尔可能永远无法挖掘 因为在空旷之地的沙漠 这上面是沙子 下面是地下水 所以只要一挖的话 那个沙子就会一直往下陷 这循环往复永远都挖不完 而且你即使你挖一个坑 人也不敢下去 一下去的沙子就把这个机器和人都给埋葬了 这千住伊拉姆很可能就要永远沉睡在阿拉伯沙漠里了 不要问我这些秘密 我是怎么知道的 只要加入优秀推团团 你就可以知道终极的秘密 阿萨拉伯 平安与你们同在 我们下期再见 哈喽 我的阿拉伯语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 团长必须要优秀 千住伊拉姆杀之亚特兰蒂斯这个秘密 YouTube首发 所以各位百万粉丝博主 想要借鉴参考引用的话 请鸣谢尼克拉斯扬和优秀天台团 Thank you very much